当地时间24号中午 一架尼泊尔本土航空公司的航班 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万机场坠毁 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这里是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 今天中午一架尼泊尔本土航空公司太阳航空公司的航班 在从加德满都飞往伯克拉起飞时 由于引擎起火发生了这种事件 据我了解现在机上一共是在有17名乘客和2名机组成员 其中一名乘客是外籍其他的军委尼泊尔籍的乘客 由于飞机坠落的时候机场上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员在走动 所以截至目前有一人受伤 一共有22人如今遇难 其中有18名是机上人员还有几名是地面人员